马总统女婿蔡佩然现在身份曝光了 她在高中时期其实就已经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蔡佩然当年所就读的高中学校校长就说 她当年除了担任校刊副总编辑之外 也参加田径队 更翻出了毕业纪念册 这发现不但是对同学有恶作剧拉女生的头发 而且从她的造型看得出来 她其实就有着搞怪的个性 穿着西装一脸正惊 青少年实习的蔡佩然已经有几分模特儿的架势 翻开她的高中毕业册 抓起女同学头发搞怪 外向调皮的蔡佩然 高一时顶着三七分的斯文西装头 高二竟然直接剔成小平头 不只成绩优异还参加学校田径队 晒得一身有黑的蔡佩然 在白人同学旁边更是抢眼 当时的老师也 蔡佩然少年时期就住在这里 不过这房子不是蔡佩然的父母亲所拥有 而是登记在蔡佩然的阿姨名下 蔡佩然是由阿姨照顾长大 感情情同母子 有乔包指出 2009年时曾经看过第一千金出现在圣地亚哥 4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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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8 9 9